一人台积元在社群上贴出了好几张中正纪念堂的照片 他痛批台北市政府怎么把树木都砍光光了 哪来设置西烟区呢 是可笑又荒唐啊 不过事后台北市政府认真的出来澄清 他说中正纪念堂其实是归文化部所管辖的 砍述的是文化部不是台北市政府啊 因此网友就留言要求台积元应该要修改他的贴文 但没有想到台积元却反向说有什么好改正的呢 归谁管管我什么事啊 中正纪念堂不是在台北市的中心吗 我一个小老百姓我要知道是谁管的吗 好啦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事实是什么 你一个市民当然可以监督市政 可是你明明知道已经写错了 还有人帮你纠正告诉你身相了 结果还硬要往人家身上泼脏水 为什么不愿意改呢 就有人翻出照片发现到说 原来过去台资源好几次和蔡英文合作拍片 而且蔡英文他连出访啦 海空号的下水竟然都带着台资源一起去 难道是因为有交情是好朋友 所以不好意思改正了吗 董哥怎么看 其实台资源会去呛网友 简单讲就恼羞成怒 因为他自己搞错了嘛 他以为他打倒蒋万安 因为台北市嘛 那其实我们知道中央健堂 过去是教育部的 那因为后来政府改制 他现在变文化部嘛 那文化部认为说 过去立法院修的烟害防制法 可以有吸烟期 所以他们本来有三个吸烟期 他把它归并一个 那刚好他们那边有术 因为生病了嘛 把术记短了 那台资源自己误会认为说 你记短就是要做吸烟期 你太可恶了 以为是讲万安的事嘛 他其实简单讲 他就是一个胜利的艺人 当然你要什么颜色 那是你的主张 你的自由都没问题 可是他打错了 被人家纠正 就恼羞成怒了 那这恼羞成怒 文化部 文化部也被打 文化部被打就赶快说 那我那个吸烟期我会取消了 所以现在中正经历堂 没有吸烟期了 那台资源过去 一直很挺民进党 2018年他挺柯文哲 他跟柯文哲去当一律的助理 那个网路爆红 柯文哲因此而当选 柯文哲只赢3000票 被他打败人家丁所忠 立法院这30年来 对于嫌害防治法最积极奔走 最要求很多规格就是丁所忠 最人搞的 每个委员碰到我 他已经人搞到 已经自比董事基金会了 就这样 那他被台资源 台资源说不应该有吸烟期 你刚好 刚好就被丁所忠 这个事情可以看到了 那我讲其实任何人你要支持谁都可以 可是你不能用国家的攻击 那换错了 像我们也常在讲那个 我们换错了我们也是要道歉 讲错了嘛 我们误解了嘛 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 台资源大家记得吗 国庆 他也到场了 国庆 他是什么贵宾 因为他是总统的好朋友就可以了 他到总统府 装作宪兵 那一幕大家记得吧 请问国家的资源 可以给他自己去搞他的网红吗 他这个是网红节目要做的 他蔡英文配合他去做网红 你知道吗 然后蔡英文还按规他说 这宪兵太胖了吧 就大家可以在那插颗打问 我告诉你国家资源其实有些东西是有底线的 你就有底线 今天如果是马航九李登辉 他们没有人敢这样搞 我讲实在话 蔡英文他就是这样 你只要挺我的艺人 所以过去最挺他的人叫做馆长 现在最呛他的 呛他跟赖清德就是馆长 就是馆长陈志涵 他过去他可以为了拉拢网红的票 他跟馆长 馆长在录节目他就入境 蔡英文入境就跟他谈一谈 然后这个节目就拿到国金的极光 就去播放 他可以做到这种地步 那我觉得说你艺人要挺谁就可以 可是也没什么关系 就是凑了我们就要认 那不要把人家误解 然后又要嘴巴硬讲到底 他说 有什么好感认 谁管归我什么事 中正竟然就在台北市中心啊 我一个小来表情要知道谁管 问题你去 你去要台北市政府给个说法 要人家道歉啊 那台北市 那这样总统府也在台北市 总统府归台北市政府馆吗 立法院行政院都在台北市 也归奖万安馆吗 这个是逻辑完全不通嘛 所以我觉得说硬拗到底 其实对他的形象 或外界对他的好感 就会减少 那这个其实是很不值得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